欢迎收看老炮电影 今天为大家介绍的是一部韩国催泪电影 妈妈别哭 先进离婚的女主有一个刚上高中的女儿 虽然父母婚姻破裂 但女主跟女儿的感情还是十分融洽 两人像朋友一样举止亲密 无话不谈 直到一天女儿遇到了坏坏男 坏坏男是个社会人 女儿的闺蜜警告她不要跟坏坏男接触 但是男人不坏女人不爱 坏坏男越坏 女儿就觉得她越帅 还自制巧克力打算送给坏坏男 坏坏男约她晚上一个人来天台 她想都没想 就傻呵呵的批颠批颠去了 可在天台上等着她的 除了坏坏男 还有其他两个小流氓 三人一同抢上了女儿 还拍下了视频 等女主赶到医院的时候 女儿只剩下半条命了 看着健康活泼的女儿被招大成这样 女主悲痛欲绝 但更让她绝望的是 由于三人誓报者都是未成年 加上证据不充足 最终只有一个人被判了一年零六个月 其他两人无罪释放 女主虽然心有不甘 但事已致志 她除了安慰女儿 也没有其他办法了 她哪里想得到 几个小流氓经死一事后 不仅不思悔改 还用录的视频要挟女儿 要求单独见面 为了不让妈妈伤心 女儿只好再次赴约 结果又遭受了侮辱 她明白接下来等着她的 只会是一场无体动 绝望的她选择了自杀 连终前最后一句话是 妈妈别哭 失去了女儿 女主万念俱灰 在整理女儿遗物时 她在女主手机里发现了 女儿之所以自杀的原因 看着女儿被侮辱的过程 女主心中悲愤交加 她不敢相信自己的女儿 居然在生前经历了这样的痛苦 她悲愤交加决定替女儿讨回公道 她先是拿着手机去找流氓一理论 谁知换来了流氓一的一顿毒打 看来只有暴力能解决问题了 她拿着刀找到了坏坏男 坏坏男解释自己是被胁迫的 其他两人才是主谋 看着坏坏男手机壁纸上女儿的照片 女主相信了她 按照坏坏男提供的地址 女主先是割了流氓二的猴 紧接着又撞死了流氓一 以为大仇得报的她决定跳楼自杀 却在此时接到警察男打来的电话 原来侮辱女主的主谋 并不是死去的两个小流氓 而是坏坏男 她将坏坏男带到天台 并刺了她一刀 赶来的警察男劝女主放了坏坏男 让她接受法律的制裁 然而 在未成年保护法的作用下 坏坏男又能受到怎样的重罚呢 绝望的女主再次举起了复仇的利刃 却被警察男一枪打进胸口 倒了下去 本片改编自韩国真实发生的事件 虽然女主的复仇显得不那么有力 甚至还有些无脑 但是配合影片 渲染出的绝望氛围来说 就真实了很多 以上就是这期老炮电影带给您的内容 老炮电影 每天都有新东西 喜欢 就关注我吧